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AI的原理 這個原理的程度就像是說 比如說我跟你講一下怎麼樣下五指旗 五個指連成直的橫的斜的就算是贏 或者是教你下圍旗 圍旗之後你把對方包起來 你可以把旗子拿走 所以講的都是簡單的原理 有了原理之後 你就可以做無線寬廣的應用 就可以做得很複雜 所以想像中的話 你可以想像出他們可以把它做得很複雜 基本上它的原理就是要做分類 這邊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有兩組的data 比如說這邊有兩組data 這一組是橫軸是紅雪球樹木 然後重軸是白雪球的樹木 那我現在有兩種不同的人 那他量出來的紅雪球的樹木 一批是黑色的十星圓分布在這邊 然後另外一些的人 他量到的紅雪球跟白雪球的數字 是這個空星圓分布在這邊 那我們要區分這兩種人 是不是有疾病的話 我們必須要畫一個界線 一個boundary 就是紅色的這條線 把它區分出來 可是呢 在這一個叫做skate block上面 你要畫一個歪歪區區的 轉來轉去的線 要把它分開來 不容易 那怎麼辦呢 你要經過一些函數 fi 經過一些函數呢 做了一些fi的運算 可能做好幾次的 不同的運算 到最後呢 空星圓通通在左下角 十星圓在右下角 所以到了最後一關的時候呢 你要做這個分類啊 就很簡單 切一條直線 左下角的是空星圓 右上角的是十星圓 那基本的想法 一開始這樣子 做分類 好 那接下來分類呢 在最早的時候呢 大家就提出來有一個叫做 人工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縮寫呢 你可以查得到 它叫做ANN 那麼 這是一個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就是全部都連接在一起的 最早期的發展是這樣子 好 這個大家會一再講到 這就是 那個neural network的基本的原理 我們要有一個叫做感知器 Perceptor 那Perceptor呢 裡面呢 就是一個neuron 一個神經元 用這樣子的一個符號來表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是一個加法器 加起來 所以有很多的輸入 input x1是一個input x2是一個input 很多個很多個 一直到小N 這麼多個input送進來 小N可以是一百個 可以一千個 一萬個 都可以 好 這送進來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數字 送進來以後呢 它要乘上一個weight number 叫做weight number1 weight number2 weight number3 到最後呢 還要加上一個bias 叫做b 1乘以b就是b 加起來 就變成一個summation summation呢 送到後面呢 它有一個函數 叫做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經過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呢 輸出呢 就是y 就是我們要的一個output 好 那我接下來再繼續講一下 這邊要特別強調 我們用的是計算機 所以計算機呢 全部都必須要用數目字 數字送進去 好 所以我們的input x 我們的weight w bias 還有加法器 加出來的結果summ 還有輸出的結果y 通通都是數字 要是數字 好 那這個加法器加進來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個要x1乘上w1 加上x2乘上w2 然後加加加加 加到xn乘上wn 再加上1乘以b 變成summ 就是一個s 那寫成數學的寫法呢 就可以寫成這個summ s 就等於w向量 這裡面就是w1w2 一直到wn 還有x向量 就是x1x2 一直到xn 再加上最後這個bias 就會得到這個s 這個s呢 再送進去 這個叫做sigma函數 送進去之後呢 出來的就叫做y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這個數學呢 再多寫一下 這個數學呢 就是 summation 就等於w向量 跟x向量 做內積 再加上一個bias 那w向量呢 就留這裡面的 w1w2 去拿一下pointer 好 w1w2一直到wn x向量呢 就有x1x2一直到xn 這兩個做內積 inner product 內積的時候呢 就兩兩互相相乘 w1乘上x1 在這邊 再加上下一個w2乘上x2 加起來 這樣兩兩個配對的相乘 到最後呢 就是wn乘上x2 所以就寫成這樣子 把剛剛的那個式子呢 就可以簡化了 那我們舉一個我們實際的生活上的例子 假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醫院 有一個健康檢查中心 那這健康檢查中心呢 我們進去以後呢 檢查了很多的項目 舉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 身高 體重 心跳 血壓 紅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血型 血蛋白 血糖 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還有更多更多的 數目值 我們檢查這數目值的項目 這些呢 都是我們的x input 乘上一個waiting number 乘進去之後呢 再加上一個bias的數目 變成一個sum 這樣子過來 好 這樣是我們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結果呢 就是後面 健康 或者是不健康 這個 我們那個 去健康檢查就是要檢查這件事情 那你說健康不健康 你怎麼樣 可以給他數字呢 他們工的事就很聰明 就想到 用1 代表健康 0 代表不健康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做 這邊呢 加法 加完之後呢 出來一個s 這個s呢 要送到sigma方式裡面去 然後等於y 所以這個呢 y 就是sigmas的output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函數呢 叫做sigma function 好 sigma function 1的話 就是健康 0的話呢 就是不健康 我們基本上 s呢 出來會是一個數目字 對不對 s會出來是一個數目字 那我們呢 bias 那個b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這個數目字呢 調整 調整到呢 0的時候呢 對到0.5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呢 就是接近不健康 這樣子呢 就會接近健康 好 那麼出來的數目字 很可能是 舉個例子 0.2 那我可以說 小於0.5的是不健康 大於0.5的是健康 好 那就跟我們氣象報告一樣 有一點風險 說明天會不會下雨 還說下雨 大家要帶傘 結果沒有下雨 會被罵 那你說不下雨 萬一真的下雨 又會被罵 所以想出來有方法叫做 機率 明天下雨的機率是70% 明天下雨的機率是30% 好 我們那個健康檢查中心也可以說 你健康的機率是80% 80% 好 那你健康的機率是20% 好 這樣子也可以 好 或者你要放一個 那個雨子 來判斷它是不是健康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事情簡化 簡化呢 就是 剛剛把剛剛那個函數呢 這中間呢 又有加一個sum 又有加一個sigma 這個事情呢 我們把它框起來 叫做 Function F 所以前面就有input x1 x2 因此到xn 還有一個bias 這個叫做一個Function 然後左邊是輸入 右邊是輸出 好 把它簡化 就不要再畫 又有一個圓圈啊 又有一個方塊啊 很麻煩 好 那這個sigma 那這個sigma 函數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形式 1除以1 加上p-s 你把這個數字 帶進去就會出現這一條的局限 就可以判斷你健康不健康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y 我們剛剛寫的y 是這個sigmaFunction 用s帶進去 sigmaFunction 但是這個s呢 又是x跟w兩個項量內積 再加上b寫進去的 所以這是一個函數Function 什麼的函數呢 又有x又有w又有b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這個函數裡面呢 只有x呢 這個項呢 是真正的input 那剩下的w跟b呢 都是我們要去調整的係數 那這個要調整的係數呢 我們聽到他們那些AI工程師說 調參數 要調參數 什麼是調參數呢 就在調這個w跟b 這兩項 好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到目前為止知道的就是說 x是input 從左邊送進來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身高體重 心跳血壓 什麼膽固醇啊 那些的紅血球白血球的那個數字 然後呢 y呢就是output 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說 這個人呢 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或者是他健康的比率呢 有百分之多少 好 這樣子 好 那 什麼叫做algorithm w跟b呢 就是說可以調整的一些參數 wb是參數 AI工程師就是在調這些w跟b這些參數 但是問題是這個參數太多了 wb你隨便做一做w跟b可能都是幾百個 那你稍微認真做的話就幾萬個 如果你做到影像的話呢 就是幾十萬個 那幾十萬個參數 你不可能用人去調 用人去調 調很久 都調不出來 那誰怎樣呢 那我們就要有一個algorithm演算法 這個演算法呢 根據的是一些統計上的一些特性 然後用一些最佳化的一些方法 optimization 把一些誤差 error 它error有些人叫cost function 降到最小 那就是說這個algorithm呢 它要很有系統的systematically調整w還有b這兩件事情 好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neuron network最開始的想法 好 剛剛呢是只有一個neuron 只有一個perception 後來呢 科學家就想到說 我們可不可以多做一層 就是input到了neuron以後呢 再往後面再去送一個neuron 送過去 那這個呢 就叫做multi-layer的perception 很多層的感知器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最開始的常識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原來不是都是輸入嗎 x 然後送進來neuron以後呢 直接就變成了wire 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y放到最右邊 中間加上一層 加上一層 這個呢叫做heathen layer 藏在裡面的一層 我們外面看不到 我們外面呢 只能看到input叫做x output叫做y 中間長一層 heathen layer 所以你看這個輸入的值呢 它送到 這個叫perceptor number1 perceptor number2 它這個呢 送到hy也送到h2 然後這個輸入呢 送到hy也送到h2 這個呢 送到hy也送到h2 然後算出來的結果呢 你要經過剛剛那個function嘛 要先做加法 然後再做那個sigma 出來之後數字呢 這個h1呢 送到y1 這邊送到y2 這個h2呢 它的出來結果呢 送到y1送到y2 然後根據y1跟y2的結果去判定 那判定什麼呢 你可以設定說上面 上面這個也是判定它是比如說 心血管疾病的機率 心血管的機率 從0到1之間 你得到一個百分比 另外一個呢 你可以判斷它是不是有什麼 糖尿病的機率 你根據左邊 你那個檢查 檢查報告 檢查報告 不是厚厚的一本 上面很多數字 你送進來之後呢 經過這些事項之後呢 上面判斷你有沒有心血管疾病 需不需要看這個病 然後你有沒有糖尿病 或者其他的病 可以列下來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layer呢 就會變得很多個neuron在那邊 變得很複雜 input也很多 output也很多 這一個 它hidden layer只有一層 這一個是在1990年代 能夠做到的極限 它只能做到一層 hidden layer 然後呢 它遇到的問題呢 就是算的時候呢 係數會消失 到最後呢 沒有係數了 大家都變成零了 就是 往後面算的時候 算不過去了 計算機也算不出來了 已經太複雜了 這個optimization很難算 還有就是 你送進來的因素也不能太多 太多的話就參數太多了 這1990年遇到的困難 後來到了2006年 2006年呢 就是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ofessor Hinton他們的 group 他們發展出一個理論 就可以做deep learning 就是DL 或者是deep neural network 很深的 什麼叫做深呢 就是heathen layer的數目字呢 大於一 像這個呢 有兩個heathen layer 它就是一個deep neural network deep learning 它的係數呢 可以從前面往後面傳過去 然後不會消失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它真正要做optimization的時候 是從後面往前面算 叫做back projection 這個方法 它解決了這個係數消失的問題 所以這中間的層呢 就可以變得多 我記得他們參加比賽 好像是用到了19層 就是2012年的那個image net的競賽 後來到2016年的時候 Intel 就做了152層 都可以來算 算出去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那個neural network 想像成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我們左邊呢 有輸入的資料叫做x 就是一個big data 大數學 然後經過呢 這中間呢 有一個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deep learning 通常都是用deep learning 的一個neural network 這個就叫做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呢 經過一些計算 這個計算怎樣呢 你用一些演算法去調整裡面的w跟b 然後w有很多b也有很多 比如說10萬或100萬多個 出來一個結果 叫做y 這個y呢 這個y呢就得fx 這個呢叫做推論 inference 這個英文字 這個英文字大家要記住了 這是非常專業的字 叫做inference 推論 有一些人用prediction 你講prediction 你講prediction 你會被罵 因為prediction 在某些領域啊 是他們的專業因子 你必須要預測未來的事情 未來發生的事情 那influence呢 是根據以前的資料 判斷你現在這個病人 或者你自己去健康檢查以後 有沒有生病 所以推論呢 是判斷現在發生的事情 根據你所有收集的資料 判斷現在發生的事情 prediction呢 在某些學科是說 你要預測未來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明天股價會不會漲 也有人在預測這個 並且是很熱門的題目 很多人都在預測 明天股價會漲還是會跌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做出來的結果呢 到目前為止還很難解釋 你怎麼去跟人家解釋 我這邊十萬個大部分 代表什麼意義 所以很多人就叫他 叫做黑蝦 黑蝦作業 很準 很多時候很準 但是黑蝦 是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想到的 這個是我在2018年9月7號早上想到的 因為那天下午要在教師會演講 講什麼是人工智慧 我早上的時候突然想到這個 好 從前有一位巫婆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巫婆 她是domain expert 她是領域專家 好 那 她把全世界女生的資料 全世界喔 很多喔 所以這就是一個big data 輸入魔鏡 你看魔鏡在這邊 後面是一個資料處理器 就是AI 魔鏡就是一個AI 她需要大量的資料 她根據資料去做演算法去算完之後呢 巫婆就說 魔鏡啊 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生 魔鏡就說白雪公主 這魔鏡說白雪公主 這就叫做influence 她沒有預測未來 她在根據現在做一個結論 推論出來 白雪公主 然後 巫婆呢 就帶著都蘋果 到七個小孩人的家裡 去找白雪公主 這個我們換成現代的講法 就叫做Exitman 你得到結論以後 你就要採取行動 她就帶著都蘋果 去找白雪公主 這個是1900年的童話故事的插畫 那個時候有沒有看 白雪公主 巫婆都長得很漂亮 有沒有 以前巫婆地位很高 以前巫婆地位跟醫生一樣 你們村子以後有人生病了 就要找巫婆 巫婆懂一些草藥 她基本上是內科 給你吃一些草藥病就好 然後那個理髮店 有沒有看到那個再轉的那個 紅色白色的內科 以前理髮店的那個 理髮師是外科醫生 她的地位相當於外科醫生 到她那邊她幫你切掉一些東西 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的歷史的眼鏡 所以呢 以後呢 大家再來講 黑箱黑箱 我們就要講這個是魔鏡 我們有一個big data 送到魔鏡裡面 然後呢 她經過AI的預算以後呢 她得到一個推論告訴你 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生 好 我們現在講一下領域專家的責任 這個要澄清一下 就是 因為 這個要分工啊 你看我們第一次演講的時候有講過 你有領域專家 你還有AI工程師 那我們這輪課呢 定義呢 是大家要當領域專家 因為當AI工程師 你還要去修那些 線性代數啊 統計啊 機率啊 最佳化啊 還有什麼 程式啊 那個修很多課 那我們現在來不及修那個工作課 我們先當領域專家 然後以後有時間再去當AI工程師 領域專家的責任是什麼呢 第一個 定義要尋求的答案 也就是Y 你要先想清楚 你的Y是什麼 如果是說 我要知道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生 這是你的Y 這個時候呢 你利用因果關係去找到適當的輸入就是X 那你就要把全世界女生的資料統統輸進去 這個輸進去還有TWIC 身高體重這些有數字的很容易舒服 你頭髮顏色怎麼輸 黑的 金的 紅的 怎麼輸 還有眼睛眼球的顏色 藍的 黑的 咖啡色 你這些輸入的頭髮不像樣 比如說金髮是1000 黑頭髮 0100 紅頭髮 0010 要用這種像樣的方法輸進去 才能夠做運算 好 如果你不是要找女生呢 如果我要找全世界最英俊的男生 巫婆說我要跟她結婚 怎麼辦 你的定義你要尋求的答案是全世界最英俊的男生 這個時候呢 你送進去的data呢 就必須是全世界男生的資料 不可以送女生的資料 不能弄錯了 所以領域專家的責任第一件事情 你就是你要定義 你要找什麼樣的Y 要找什麼樣的Y 根據Y 你再想想看 你X要送什麼樣的輸入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把X跟Y呢 都換成數字 這個換成數字 就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身高體重很容易換 頭髮顏色 眼睛的顏色 你要用向量輸進去 這都有一些技巧 那細節 設計F 你要用哪一種的neural network 你要用七層 為什麼 接下來 收集data 你要去找data 找data 據說是最辛苦的事情 因為machine learning 進行machine learning的計算 machine learning的algorithm 你上網找就找到了 然後呢 甚至於你自己讀書讀空 你自己想一想 你就寫出來了 但是這個data 你必須到實地現場去收集 收集到data才能做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呢 你要解釋 inference 推論出來的結果是什麼意義 再來就有你的action plan 好 這個是 台大李弘毅老師的影片 他有machine learning的課程 他說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呢 就大概等於去尋找一個function f fx等於y 譬如說 你在語言辨識裡面呢 你送一段聲音的訊號 這個AI必須要幫你轉換成文字 他說的是how are you 在影像辨別的AI裡面呢 你送一張照片 這個AI這個function 可以告訴你 這是一個貓 你在下圍棋的AI 你送進去一個圍棋的布局 他說你下一個要放五支 或者是對話機器人 語音客服 你送一個人家講話的聲音說hi 那你就要回答 哈囉 李弘毅老師的那個 machine learning呢 他的youtube呢 是台灣各界認為是最好的 我在看電影上面看到一些留言 國外的用英文留言 也說他是在歐美裡面看到 他聽不懂中文 但是光看投影片都看他是最好的 也有大陸的網友留言說 這個到大陸鐵硬火候 我也是覺得他的投影片非常好 我先認識你 只是 他是寫在那個computer science的課裡面開的 所以 他的基本假設就是說 你已經學會了 應用數學或者是工程數學 那那個課呢 在理學院跟工學院呢 都是大二必修課 所以 你只要學過大二的 應用數學 理學工程 理學院工學院的話呢 去聽李弘毅老師的machine learning 應該就聽得懂 所以他的能坎並不高 這在國外好像也是開在大二的課 但是他假設你已經會了大二的應用數學 還有 你會寫程式 有這兩個條件 那麼 希望同學上了我這個課以後 有能力去聽他這個 他總共只有35個片 35個影片 總共加起來大概20個小時 但是你必須要專心聽 好 好 這個是楊立偉老師的 他說 大數據是油田 在這邊 那這個油田呢 你要挖出來呢 就要靠人工智慧 是煉油廠 你才會有一個成果出來 好 那現在呢 煉油廠的技術越來越好 講得誇張一點幾乎大家都會 所以現在最寶貴的是油田 資料 大數據 你要有資料 開挖出來不是問題 幾乎大家都會 你怎麼找到一個好的油田 保護你的油田 或者是開發你的油田 然後這個變成它的關節 好 我網路上放了連結 我現在放三段 這一個是 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 這個呢 這邊有四種不同的input 這是一個skater plot 你可以想像 這一個呢 比如說這是大學生的身高體重 小學生的身高體重 橫軸是身高 重軸是體重 那你可以把身高當作input 可以幫體重當作input 可以身高乘以體重當作input 身高取sine 體重取sine 當作input 這個送進去呢 就叫做feature 叫做feature 送進去之後呢 你這個layer呢 heathen layer 你要放幾層 你可以調 那調的時候 比如說我放三層 那這個每一個layer裡面的neuron 要放幾個呢 大家也可以調 加加減減 然後呢 這邊你的訊號 雜訊要多大 你也可以調 上面呢 這些是 learning rate 學習速率 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那個sigma regularization 這個我們要過幾個禮拜以後才會講到 還有 problem type classification分類 都可以選 然後選好了以後呢 你點這個 它就開始跑 這邊又告訴你錯誤有多少 這邊有四個 最困難的是右下角這個 雙螺旋的 好 你看這邊我 我只送兩個 然後這邊調了四個 然後開始跑 誒 錯誤率已經降到 0.001了 它很容易就分成兩區了 好 度加一層 這邊加很多 好 一直加下來 這邊這個顏色呢 是代表它的分類 這樣已經是斜斜的 這樣已經斜斜的分類了 這每個地方斜斜的分類 它也分成兩區了 所以這個是最容易做的 一個分類 好像沒有什麼挑戰性 看看後面 好 這個是中間一個圓圈 旁邊一環 誒 出來了 我用的是什麼 我用X1的平方 跟X2的平方 所以有平方以後 就很容易分成兩區了 這邊分成兩區 中間藍的 換約是黃的 再是另外一個 這個 這樣子能分布 它當場跑給你看 跑了多少 174了 200 234了 大概分成這樣區 然後度差是 0.023 2.3% 你可以看不同的區域 它分公分在哪裡 好 再減少一點 很快就分出來了 所以它只要身高跟體重就夠了 就可以分類 好 這個最難的 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練習 看怎麼樣可以把它分出來 好 這邊雜訊還沒加喔 沒有加上去 叫橘色的跟藍色的 是兩個不同區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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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子的啟示呢 就是說 什麼是input 哪些東西要送進去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feature 你要送身高 體重 身高平方 體重平方 身高乘以體重 身高取賽 體重取賽 輸出要怎樣 輸出你什麼樣的一個分類 然後你的cost function Hidden layer要幾層 每一層有幾個neuron 然後怎麼樣最佳化 最佳化你有一個learning rate 學習數據 activation function 還有 你要不要用realization 這個我們都會講到 要在中間那個階段 我們現在還在輸出當選 另外一個呢 叫做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nvolutional 軟機就是說 做影像的時候呢 我看這個影像這一區 周圍訊號跟它這個點 都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一次看 不能只看一個pixel 我要看三乘三 或者是五乘五 或者是七乘七 或者是九乘九 這麼多那個pixel 看起來像什麼樣 送進來 再看一個區域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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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Stanford的Computer Science 這個網頁的作者已經去google了 這個是判斷阿拉伯數字從0到9 這個點進去以後呢 就會有一些 你可以改一些參數 然後它自動做prediction 當你一開始呢 它是從完全沒有開始做prediction 那個錯誤的機率很 就是正確率很低 那正確率很低 然後你給它數量的時間越久 它正確率越來越高 那同樣右邊呢 是seva pad 有十個影像不同的 比如說 這是飛機 汽車 鳥 我記得還有貓 狗 還有船 去跑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呢 錯誤力越高 它會給你一個prediction w跟b的參數 你點了那個 按鈕以後呢 你的正確率馬上提升到80% 好 這是另外的按鈕 我們先來看那個數字的 0到9 它的數字分類 你進到那個網頁以後 就可以 好 這已經開始好了 然後右邊就是它的loss function 一直在下降 這就是它的AI的程式 Machine Learning程式 所以 就這樣子 你到時候去學的時候覺得 這個A 這麼簡單 然後呢 它把哪一次進來的數字 怎麼樣判斷哪一層Layer出來的圖形 就是W 給大家看 那個W長得什麼樣子 它一直在換4 2 2 9 6 2 它每一層的Layer 都給大家看 它長得什麼樣子 它裡面在判斷些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到Layer 好 這是判斷 然後 綠色是正確的 它可以判斷三個 然後綠色是正確 紅色是錯誤 所以它訓練了一下子以後 這邊是Activation Function 它用Salt的Max 有10個 0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你看這個判斷錯了 它以為是6 結果真正的應該是2 這是機率 Salt的Max 出來的機率是多少 好 有些用很容易 就找到了 我們再換一個 我們換到圖錄 照片 它說你可以Pre-load Pre-trend 馬上就到80%的準確率 在這邊 如果你沒有點的話 它的準確率從0開始 慢慢上升 準確率只有15% 這是它的code 就這樣子 這麼簡單 然後這是這張照片 汽車 然後它每一層Layer 它的W的係數 判斷出來的結果 飛機 有像嗎 它影像是32x32 然後再RGB R是紅 G是Green B是Blue 這個是船 Campaignership 它放了很多層 然後到了Soft Max 最後一個就是 Soft Max 來分類 有10種不同的 這個Truck 綠色是對的 因為我們是從0開始 沒有Pre-Track 所以它錯誤率很高 Frag 青蛙 這個船 這個也是Ship 這個完全猜錯 這應該是狗 它猜到那樣 對 好 我們看到的都是彩色的照片 所以呢 要分成RGB 三個顏色 那三個顏色呢 到時候用灰階顯示 所以你看到 剛剛看到的都是灰階 好 那數目字呢 通常是0到255之間的任何一個數字 代表它的灰階 然後送進去之後呢 你根據這一個 比如說5x5的方塊 它周圍是什麼東西 放在這邊 然後呢 再下來你再取一個方塊 分過來 這樣過來 來判斷 我這邊都放了一些 放了一些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 好 這連結都花了很多時間 找的 它是講解這個CNN 講解得非常好的 還有這個最出名的 MSNet的那篇文章 EDM檔 大家可以去看 好 另外再講 它的一些變化 一些不同的一些類型出來 時間 時間序列的資料 叫做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叫做 RNN RNN 或者是 Long Short Term Memory LSTM 長期記憶 短期記憶 的一個 Neural Network 這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說 講話 我們講話的聲音的 序列的聲音 甚至於文字也是 前後有相關性 前面那一個跟後面那個連起來 它出來的事情才是有意義的 吃飯 吃水果 或者是 從台北到高雄 坐火車 這都有關係的 或者是你要去看 天氣的預報 那個天氣 你去看那個天氣的預報 那個 溫度 或者是濕度 都是周期性的 最明顯的周期就是 24小時一次的周期 然後再來呢 就是春夏秋冬 四分之一年的大周期 好幾個周期 或者說很多人最熱門 最熱門 最喜歡看的題目就是 股票市場 預測 到窮指數 明天會漲還是會跌 我只要預測出來 我就可以賺錢了 所以很多人在預設這個 其實我是覺得 個人意見 到窮指數變動比較大 匯率變動比較慢 並且資料比較多 那個趨勢比較 不容易被人為控制 反而是比較可以做的 但是你必須要有data 你要有data你才能做 這有一個問題 我問大家 哲學心的問題就是 如果有一個人 他真的收集到data 或者是一個公司收集到data 然後他發展出一個技術分析的模型 他能夠預測股票到窮指數 或者是他可以預測 美金對日幣的匯率 然後他可以從中獲利 你覺得他會不會把他的方法 開記者會告訴大家 或者是投稿在SCI的journal 讓大家來看他有多厲害 不會 不會吧對不對 他一定留在家裡自己慢慢用 他公布出來的時候大家都跟 你那個方法就失效了 所以 所以 我相信 一定有高手在那邊 只是高手不願意講 他留著慢慢轉 我看到的 很多歷史應該都是失敗的 他才會留給大家看 那這個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某一個時間 踢 踢送進來 這個Blackbox AIR已經做過訓練了 他根據歷史資料 比如說過去10年 我們這一次的例題 第三個就是這個 我們有個例題就是 倒球的30個成分 過去的 不知道是10年還是30年的資料 輸入進去 然後他預測 預測一個結果 Inference 不能講預測 推論 推論一個結果 明天股票會是多少 然後呢 他把這一個出來的結果 在這個A 就是當作另外一個 input 這是YT 這兩個是一樣的 出來的結果 把這個A 變成A加1送到後面 跟X的T加1一起送進來 算 算算之後再送進來再算 就是說他把 現在發生的事情 要送回去 當作已經發生的事情 來做 這個對於時間序列的資料呢 是大家很多都在用的 特別是在語音辨識上面 做客服或者是對話機器人 將來大家打電話 去旅行社訂機票 或者是去客訴說這個產品服務不好 可能都會變成AIN跟你回答 那這個呢 我們會有一個歷史 這邊有個推薦影片 好 這個呢 就是呢 最出名的AlphaGo 它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這個是比較有難度的 比較有難度的一個AI的程式 它是這樣子的 這個呢 就是那個機器人要下 下圍形 它下一個圍形 這Environment就是圍形 對方有一個 比如說世界冠軍在跟你比賽 然後呢 他機 那個Environment的世界冠軍 他也下了一個字 他就有回覆 回覆之後呢 他就做一個計算 告訴他 再下一個字 再下一個字呢 這一個呢 Environment的世界冠軍 就下一個字 讓他電腦回覆 然後回覆呢 你要下很久 下兩個小時 下完以後呢 如果 這個機器人贏了 那麼 他就會給他一個Reward 這個Reward呢 是把它記錄在他 剛剛那一局的 每一步的步驟 走的步驟 給他一個Reward 給他加分 然後呢 這個加分呢 剛剛已經下完那一局了嘛 他已經贏了 但是 已經不能改變了 但是這個加分呢 用在他的記憶裡面 等到下一次 遇到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 然後呢 接下來 再下另外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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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輸的話呢 如果你這一局下輸的話呢 那就扣分 扣分 你剛剛下了那個步驟 通通扣分 那麼 經過了 下了一千萬次的這個期以後呢 這個 這個Agen 跟這個 這個機器的AI 就可以變得很厲害 變得很厲害 然後就可以進步 所以AVAGO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我沒有放的就是 對抗式學習 他把兩台機器 對抗 這個是AVAGO 對抗式學習是 AVA Zero 兩台機器互相對抗 對抗了以後呢 他們也可以學得很快 可以做得很好 好 這個是 Wikipedia的一個圖 給大家好看的 這邊是 三個主流 ANN 就是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這個是CNN 處理照片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這個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是處理時間序列的資料 這個就可以處理我們病人 健康不健康 這個就可以判別影像 什麼自駕車 都可以做這個 這個就語音客服 去分析股票市場 匯率之類的事情 然後呢 前面呢 就是輸入端 是X 中間呢 就是我們的黑箱 F 後來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Y 就是我們的推論 Inference 故意畫一個 很複雜的給大家看